大家好,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啊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刺威格 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 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浅清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 你也学过PO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我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了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气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这个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借油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 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的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啊 我最近其实是有点害怕一个 老无所一的晚年 我真的感觉脱口去行业 没有什么保障 演出说没就没 我跟蛋总一起喝酒 蛋总会永远问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几分 你几分 其实就是喝到几分的几分 我开始一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 你也考公务员了 我现在每天 就给自己设计养老的方案 你们想的 我基本都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朋友们一起抱团养老 就老了以后几个朋友 租一个别墅 玩玩游戏 打打牌 就这样度过晚年 先不说我有没有朋友 就我为数不多的友谊 就是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如果你了解我们公司的夜生活 和酒文化你就知道 指不定谁老在谁的前面 你们听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抱团养老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大家摔倒的速率得差不多 你不能说一拨人 比那拨老的快太多 那样你心态 这不可能平衡的 不能说我这边还自理更生了 他们这边已经摊倒在床上了 说好的抱床养老 变成义夫当官了 因为你要摊 你就都摊在床上 然后四个人平摊这护空钱 谁也别占谁便宜 都手拉着手 三二一一一起去世 这样你才行 你不能说两个人摊了 两个人没摊 那没摊哪儿怎么着 每天做饭啊 躺那儿 我要吃金枪鱼 怎么着 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仨 我这白天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晚上推着他们去透析 养老的问题没解决 把这社区标兵先给平上了 你这不敢想 1818黄金眼都过来了 今天我们到访的是 徐慧区最无私的老人 看童大爷又在那儿煲汤呢 我在里面煎着个小牛排 淡总瘫在那儿 几分啦 几分 这么输 我也想过 能不能生一个孩子 但其实我坦率讲 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为了养老 我就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孩子 能够给我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那是一种你谈恋爱感受不到的 那种永恒的爱意 没有人会变心的 你谈恋爱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都不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你不可能出国留学两年 突然间收到你爸发来的微信 聚少离多 要不然咱们先算了吧 你爸在那儿耿着脖子 我看你未来的计划里根本就没有我 永恒的爱意 你看你谈个恋爱 六七年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这叫做长跑 我爷爷养我爸也六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谁 就是他俩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是怎么保持激情的呀 我爷爷摆摆手 多少年 早成亲人了 你也叫踏实 这就是根植在你DNA里的感情 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但我对养老有些焦虑 我对生孩子有些焦虑 还是我妈给我治愈了 我说妈妈 到时候我的朋友们都有了孩子 就没人跟我玩了 这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妈说摩南 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人都在玩 就你有个孩子 那你算是完了 You are done 你完了 到时候别人在夜店通宵蹦迪 你在客厅辅导孩子做题呀 我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 我朋友们在夜店里 put your hands up 我在家里拿着本新概念 宝贝 注意这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up 前一阵子我在晚上看一调查 就问就是90后 说你们年轻人 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生一个孩子 就开除你们的条件 有一个答案 深得我心 答案说 如果说就这个孩子 他生下来 就能养我 那我就要一个孩子 我说说得对呀 就你别等到五六十岁 你不敢套了 你就生下来那一颗 你就养我 你就说你思路就是得打开 你养孩子你不敢生 孩子养你你还不敢生吗 你想想也很有道理 就是孩子 你妈生理费多大劲 轰着手就来呀 有点这个觉悟 你别老是含着个金汤勺出声 你含着个银行卡出声 掉在嘴里 没有一声啼哭 啪了口吐地上 只是我鼻梁 你省着点花 不过幻想 终归是幻想 要不然就是我养孩子 要不然就是我养朋友 但相比我养朋友 我还是养个孩子吧 我也想体会体会 永恒的爱意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大家好 我是Rock 时间过得真快 我想想五年前 我第一次参加脱口秀大会 那时候的竞争 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 你知道那时候 我还是整个效果文化 唯一一个离婚的人 有人问过我 说离婚之后 家里还会催婚吗 不催了 再也不催了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 直接催我生孩子 去年 我弟生了小孩 然后过年回去呢 这一家人 就围着这个小孩 参观他 挨个的抱 然后抱起来 给下一个 接过来 下一个 那个场面就特别像一场 奥运火炬的传递 就象征着我们这个家族的火种 星星相传 那一瞬间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这太可怕了 然后他传着传着 就到了我面前 我特别害怕抱小孩 我不敢 我怕伤着他 但是当时那个氛围 就已经变成 一家人围着我 等我抱这个小孩 我就感觉 我当时要是敢说不抱 那就代表着 我要公然让这个家的香火 今天就断在我这儿 然后我就听见 我爸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抱抱 所以没办法 我就只好起身 抱了抱我爸 我就走了 但他没有放过我 他们就在我旁边 跟那个小孩说话 但那些话怎么听 都像是给我说的 你看这是谁呀 这是大爷 大爷在哪 大爷在上海 大爷一个人在上海 大爷都快四十了 一个人在上海搞笑 你知道吗 知道吗 听说呀 他还不是最搞笑的 他们公司那些人啊 一个比一个搞笑 压力特别大 你知道吗 其实这事我自己也着急 会有朋友安慰我说 不用怕 男人四十一枝花 年纪越大 越增值 我说是吗 增值 那为什么大家 不把手里的这些 基金股票都卖了 买入一些老男人 一见面炫耀 说看看我这个 最近刚入了一支 老男人混合定投C 那叫一个稳健 真要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 那这忽兰 李旦一天到晚还研究什么 股票 买我呀 我这事业 家庭健康一塌糊涂 正是抄底的好时候 今年四十 明年就涨了五十了 其实这事就是 大家都一样 年纪越大 选择越少 而且你知道 现在谈个恋爱太难 太多噪音 有网上各种的 这种所谓情感博主 是吧 每天在那标榜什么清醒 劝别人要少谈恋爱 还有 这些人会骂那种 恋爱综艺里的女嘉宾 说人恋爱呢 我就觉得 你管得着吗 你换个角度想想 人家都去恋爱综艺了 不用恋爱脑 用什么脑 这就好像一个 长跑运动员 都参加马拉松了 他跳出来说 你竟然用腿 不然呢 我就想当恋爱脑 但我这个解言计 就是已经很难了 很难了 所以我看到 现在的年轻人 不好好谈恋爱 我作为一个中年人 我很生气 你知道中年人 谈恋爱多难吗 你们年轻人 做什么都可以浪漫 你们可以屋顶告白 对吧 大喊大叫 又浪漫 又扰名 但你想一想 我这儿一个落魄的中年人 如果出现在了屋顶 是不是还没开始告白 警察就来了 不要冲动 大盘今天涨了 涨了 涨了 你没抄底吗 我抄什么底 我就是底 你们知道我最羡慕年轻人什么吗 我最羡慕的就是 你们还可以轻易地说出 我爱你 你知道 我这个年纪的中年人 我经历了这些 我现在要说出这三个字 对我来说代表什么吗 那代表着 我基本就要在心里 又一次准备好 和眼前这个人 平分家产 前两天 我又受到了致命一击 我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里面是一个小婴儿 但不是我弟那个 我说怎么这么快又生一个呀 她说不是 这个是之前跟你相亲那个对象的 人家已经结婚生子了 你看看 当时你要是答应了 这个就是你的 谢谢大家 我说 大家好 我是曹鹏 是名脊柱外科医生 来自上海长征医院 上一场 突围赛呢 非常的残酷 残酷的让我这个医生都觉得 有点看不下去了 五十多个人呢 一半都没了 关键是 还只有四个复活名额 咱就是说 我们医院的复活名额 都比这儿的多 上场的晋级呢 非常的侥幸 所以今天我就非常的紧张 毕竟 我能够打败的 都已经被淘汰了 还挺幽默的 我呢 是2001年考入的医学院 那个时候 我们老师就成天跟我们吹牛 说 21世纪 是生物的世纪 听得我们热血沸腾 到后来我才发现 好像各行各业 都是这么说的 这就好像 李淡每次老师说 人人都能说五分钟 我就觉得 也没有过去的依据 也没有现在作为基础 直接就给你画了个饼 那么其实呢 很多人我知道 对我们医生都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曾经有一个很壮实大哥 一进来就说 曹医生啊 你给我看看 我是不是有脊柱侧弯呢 我说你带片子了吗 那大哥说 没有 你就用眼睛给我看看 我说是这样啊 医生眼里有光 但是那也不是X光啊 何况你这体格是吧 那大哥真不含糊 背心一撩 露出一大肚子 啪一拍 说那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用手摸摸 我说 你是不是挤出侧弯 我真不确定 但是咱们这个脂肪杆 看上去快十个月了吧 那对医生的刻板印象呢 其实也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大家 如何选择医生的标准 你比如说 有头发的 和头发少的 那大家肯定会选择 那个没头发的 那没胡子的 和有胡子的 大家肯定会选那白胡子的 可是论长相呢 磅礴和智慎这样的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选择智慎 因为智慎看上去 更像是靠自己实力上来的 这个有点偶条派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 如何才能判断一个医生 他到底靠不靠谱呢 在这里 我给大家三个建议 第一 你要看他交流的方式 如果他上来 也不听你怎么讲 就知道拉着你开药 拉着你的手就说呀 来着了家人们 这个药的价格 我已经给你打下来了 别的医院都没这个价 那我一看 别的医院确实没有这个价 我们正规医院 也没你这个药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看他 看病的方式 如果医生上来 对你的病情 循序善诱 而且很仔细地 看你的片子 那我觉得 他的基本功 至少是扎实的 而且对自己的专业 非常的信任 如果这个医生上来 他只看报告 不看片子 那说明 他对出报告的这个医生 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么最后呢 要看同行的评价 如果想了解一个 外科医生 最真实的水平 你最好找到 他那个医院里的 手术室的护士 和麻醉医生 那么这个外科医生 做手术是行云流水 还是心浮气躁 他们最清楚 当然 各位就别费心 巴拉地去打听我的了 我出来之前 都跟我们护士交代过了 咱们得低调 如果有人问 你就说 我们医院 没有曹医生 只有一个 会想脱口秀的 曹主任 好 谢谢大家